大家好,我是老肖 小美现在已经确定要来杭州了 但小美来杭州之前的话 我还有一件大事情要解决 那就是住哪里的问题 所以我也找我的室友聊了一下 我跟她说了一下我的情况 我说我老婆要来杭州生孩子 然后也跟她聊了一下一些处理的方法 大家也帮忙看一下 老肖这样的处理方式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首先的话我问她 就是如果说我老婆过来 你见不见意多一个人 就是以后小孩子出生以后的话 可能会比较吵闹一点 但如果你不建议的话 你愿意继续在这里住的话 我可以给你少房租的 然后她还没听完 她就说她很建议 因为她毕竟上班族嘛 如果小孩子出生 肯定会影响到她的一个作息 所以我就说了英文的两种情况 英文两种情况的第一种 就是她搬出去 调整就是我搬走 然后如果说是第一种 她搬出去的话 那我会我是这样子处理的 我说你在这里住两个月 这两个月的房租我全部免掉 因为她之前交了我三个月房租和一个月押金 那我会在她搬走的时候 把所有的押金和这个租金绝不退给她 然后另外再补贴她一个月的房子 当作我对她的一个补偿 因为这毕竟是我引起的事情 让她搬走的话 我是说实话心里是愧对这位朋友的 毕竟把房子是一切不容易的事情 很繁琐的事情 那另外第二种呢 就是我搬走 那我搬走的话 我可以去找一个合作的对象 另外呢你也可以自己去找合作的人 她后来想了一下 她是觉得要么她搬走吧 因为她考虑到 如果说怀孕 我老婆怀孕 小美过来的话 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我特别感谢她 真的很感谢 住房的问题就解决掉了 接下来的话 老小可能就要马上去山东 把那边的事情也对接一下 然后小美就尽快来到行住吧 不然月份大了真的再坐车的话 也比较麻烦 马上决定就是小美过来坐动车吧 坐高铁坐动车 到时候可能不能买好一点的座位 过来也一千多公里了 比较麻烦一点 还要转一次车 也没办法 我是听小美说的话 我岳父岳母非常生气 我过去亲自 反正我过去就抱歉 真的 谁也不想这样子 没有人想这样子 真的没有人想这样子 没办法 真的在这里 反正在视频里面 也跟我岳父岳母道歉 我老小可能自私了一点 至少从我的角度出发 出发点的话 就是为了小美和吉祥出生的孩子 我其实尽量小心翼在处理 尽量不要影响到家庭 但还是会影响到家庭 还是影响 而且我心里其实很明白 肯定会影响 只要我介入进来 肯定会影响 就是这样子 我应该买今天的票 可能就尽快去山东 可能我先买 只能买卧铺了吧 高铁票晚上应该没有了 山东街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肖 我现在去火车站 然后订好了今天晚上去山东的票 这也是这个月第三次去山东了 尽快去把小美接过来吧 既然决定要走的话 车子已经来了 是这个吧 来到了杭州站 我来杭州这么久这么多次还第一次坐火车呢 来到杭州火车站 刚好现在手架 坐的地方都没有 这就是手架呀 太多人了 火车站 火车站确实跟不上时代了 电梯都没有 到了到了到了 抢了个软窝 我现在已经上火车了 好不容易抢了个卧铺 只有软卧了 然后会再起南转一下 7点钟上车要明天3点多才能到威海 因为这样决定要来了 就尽快吧 尽快把小美带过来 毕竟只有一个路约就要生了 这些的胡子都没挂 电话必须都带过来了 这个就是后车的软卧了 上下铺的 看一下那里是行李价 这个行李价我还买了铜泡面呢 空间就大一点 反正就这个条件吧 等我明天到威海 然后天就接过来杭州了 反正就不拖了 小美真的快吃了的话 到时候拖一天 多一天的危险 最后两个月还是比较重要 比较需要保养身体的 我也得睡觉了 这几天都不行 这个人都沧散的不行了 拜拜 我现在已经到济南车站了 因为要在这里中转一下 昨天是晚上7点钟上车的 现在应该 看一下 现在9点半了 14个半小时的一个旅行 可以说用噩梦吧的经历来形容 本来是想着在卧部上好好地睡一觉的 昨天晚上 结果连一秒钟都没睡 这个经历真的是太恐怖了 不堪回首 我的面条来了 先吃个面条再说 等下还要去赶高铁 刚吃完了一碗面条 哇 舒服多了 哎呀 前段时间本来就没休息好 昨天晚上的话 真的是想好好睡一觉 结果 因为一个小包厢里面是四个人嘛 在卧部里面 另外三个都是男的 我从上车 开始不久 就开始打 刚开始是一个人打 后来两个人打 到最后三个人打 哇 那个真的是一副 把胡椒香取 此起彼伏 源源不断 那还是真的是震天响 哎呀 昨天晚上啊 这个遭遇太难受了 本来一个人打都觉得很难受 三个人一起打 那个真的是噩梦吧的一个晚上 反正一秒钟都没睡着 现在在济南车站还有一个多小时 然后中转一下 等一下去渭海 到渭海的话要到下午三四点了吧 到家的话四五点了 明天早上七点钟 然后就从渭海出发 到大航住 就在那里待一晚了 不然小美那边行李有没有收拾好呢 走吧走吧 别不耽搁时间了 现在已经坐上去渭海的动车了 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现在没有走进来 晚上那么吵了应该 哎呦 这个憔悴的呀 这是一个月内第三次来到山东了 说说是挺折腾的 第一次是从小美到爸妈这里来 第二次来的话就有一些矛盾 第三次来把她接走 每次来的心情都不一样 我们走得太远 忘了那些失眠 看不到终点 又回不到从前 我们做的改变 比不过时间 唯一还牵绝 再见 回不去的 从前 到前 感谢观看